小姐 终于又回来了 明明已经过了一年 一切 却好像只是昨天一样 姐 姐 黄长 过来 姐 姐 怎么提前回来了 不是说后天才到吗 因为放假提前了 所以赶紧回来了 不过 我只在一个星期就回去了 那这趟回去 就把那里的课程结束吧 公司需要你 小周也是 爷爷 你干吗只提我啊 其实最想姐姐的还是爷爷 爷爷 反正 我在那边的学习 就上最后一个阶段了 还是拿到学位再说吧 自己的家业 学位不学位的不重要 爷爷 您不是说过要尊重姐姐的意愿吗 您当初也挺赞成姐姐多念书的呀 此一时彼一时 再说 她已经走了一年多了 也该回来了 小兔子 你不想知道你 想不想我 我很想你 姐 爷不在这儿 你老是告诉我 你是真的为了完成学业 还是你不想回来 我看是后者吧 一年前的事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放下 不完全是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很自由地生活 按照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想 该回来的时候 自然会回来吧 姐 如果说 技术不是被明天的父亲打死的 好 好 好